林渊成越想越觉得没出路 偷偷回了自己的房间 拿出自己称单跳的杆子 之前的东西早就带在了身上 还带走了一包肉干 一包饼干 称着杆子从后窗跳下 又称着杆子跳出围栏 迅速奔向B07 怎么说他身体强壮 也算是个战斗力 至少比白小飞强出百倍 到时候他们一定会接纳他的 好在难民还没打到27 虽然27也断了电 但家家户户都点着蜡烛或者充电夜灯 透过窗户 能看见里面人影姿态嫌 NL家世 他瞬间就觉得自己安全了 然而 想法很美好 现实偏差很大 等他来到B07 发现里面静悄悄的 一点光亮都没有 他们都出去找物资了 这是林渊成的第一想法 林渊成称竿跳过围栏 躲在快递小屋避雨 他准备在这里等白溪回来 林渊成不知道 他的动作全被无理的人 看得清清楚楚 他倒聪明 自己过来躲着了 这种人 能逃跑一次就能逃跑100次 代数为十分比试 快递小屋就一层木板 根本不保暖 白溪也懒得管他 白小飞和白小男 见二妻没啥事 也安下心来 白小飞主动要帮白溪 组装发电设备 其他人闲着没事 都帮忙一起组装 白家姐弟带上纸套灯 开始了教学模式 每个地方都事无巨细地讲解清楚 三人受益良多 一共组装了三台 分别是风力发电 水力发电 太阳能发电 连上总电路后 大家一起走后门 把这三台发电机放到房后 最好是用强力水泥胶 把底座粘在水泥地上 可惜现在买不到这东西了 白小飞惋惜到 白溪考虑到接下来会有台风 确实需要将这些发电机固定住 你们等我一下 我存了一些 我去拿来 白溪回到自己卧室 从空间找出一袋水泥胶 这还是研究所扫荡来的 一盒规格是十千克 应该绰绰有余了 他回到楼上 将水泥胶浇到白小飞手上 白小飞看了一下包装 十分惊喜 你这个比我想的还要好 这个胶水是触氧硬化型 就算是下雨天也能迅速凝结 我们连雨棚都不用打了 在沈乐端的帮助下 白小飞迅速把胶水涂在发电机底座 这样就行了 咱们不用管了 五分钟左右 胶水自动凝结 到时候就算是胖哥都不一定能撼动 他这么说白溪就放心了 还剩不少 你拿去把你家的发电机也固定一下吧 嗯 白小飞话还没说完 忽然听到远处传来苍生 众人摇摇向下望去 一期灯光胶织错乱 尖锐的喊声在雨夜清晰可闻 白小男 看来 A05跟他们合作了 沈乐端 未必 也有可能是A05趁乱打劫 带书维有点想要他们的手舱 我们要去看看呢 沈乐端也很想要 舱是够了 但子弹永远不嫌多 特别是白溪开舱子弹根本没数 咱俩去 其他人在别墅等着 不行 我也去 我也是男人 白小飞首先就不同意 白溪摆摆手 算了 大家一起去 咱们共进退 沈乐端没有反驳 五人整装出发 刚一出门 快递小屋的林元成就听到了声音 一下子蹦了出来 你们回来了 西西 我等你好久了 以后我跟你们一起 我要留在你身边保护你 白溪冷笑一声 我们这个小队沈乐端是队长 你跟我说没用 断他同不同意吧 林元成愣了一下 沈乐端一直都对他有很大的恶意沈乐端 现在是非常时期 山下那么多难民 你敢保证你能恋恋巨道 保护好西西 虽然咱俩不合 但我对西西是真心的 有我在 西西就相当于多一份保险 沈乐端已经开始捏拳头 保险是事后理赔 我们不需要这种垃圾东西 快点滚出我家 否则别挂我不客气 林元成知道跟他说没用 再次看向白溪 西西 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但没必要为了气 我就找这样一头肥猪吧 西西跟我走 我能保护你 白溪不耐烦地摇头 你还是去保护姜雪荣吧 他胳膊不是受伤了吗 现在这么危险 你不看着点吗 林元成噎了一下 继续道 西西 如果我只能保护一人 那我当然选择你 白溪差点偶出来 正要说什么 沈乐端抄起了林元成 放在快递小屋旁的杆子 这杆子挺好 我事事结不结实 林元成赶忙制止他 这个杆子非常贵 是他身上最贵的东西 而且目前看来非常有用 别动他 还给我 我走 沈乐端冷哼一声 把杆子扔给他 林元成暂时忍下这口气 深深看了白溪一眼 转身离去 为了彰显自己的身姿和体魄 他没有走正门 而是选择撑杆跳 持杆柱跑 插杆起跳 旋垂白体烹 一颗石子打在杆子底部 杆子一个不稳 林元成旋摆的身体 也失去重心 笔直落下 双腿中间落在了杆子上 啊 空气中响起了凄厉的惨叫声 沈乐端淡定收起弹弓 跳个杆跟杀猪一样 废物 众人 胖哥是真的记仇 谁说他是猪 他就杀猪 沈乐端早就想这么做了 以前在脑中演练过无数次 所以随身携带着弹弓 没想到 真让他等来了这一天 龟孙 看他以后还怎么勾引小姑娘 五人悄无声息走出别墅 谁也没管 倒在地上痛苦不堪的林元成 悄悄来到一期 哪里有舱声 哪里就是他们的目标 背后搞偷袭 确实更容易些 他们连续偷袭三个人后 在每个持舱人身上 都找到了那种十字架纹身 白希决定停止行动 目前来看 A05还是挺谨慎的 舱只给自己人使用 而且他们主要的目的 还是挟持难民 没有冲业主开舱 所以咱们别烫这条浑水了 让他们狗咬狗吧 大家都同意 拿着三把舱 三核子弹迅速撤退 中途路过A11 里面传出淒厉的喊叫声 你们别碰我女儿 你们这帮畜生 她身上还有伤呢 老婆 老婆 你们要干什么 啊 老公救我 白希面无表情走过 头都没回 心里却在狂笑 这才一个星期 就搞成这样了 别急着绝望 这才是刚开始而已 扭曲的末世 烧杀抢掠 他才跟上 跟白小男说悄悄话 你说他到底受了什么刺激 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冷漠了 白小男笑着摇头 我也不知道 但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白小飞浑身一阵恶寒 他亲姐他当然了解 别看他平时非常好说话 做人也八面玲珑 其实内心冷得一皮 除了家人 对其他人都非常假 五人摸回别墅 风力发电机和水力发电机 已经开始发电 因为电量储备不是很大 他们也不想太显眼 大家决定 平时不要开灯 只用充电台灯和小夜灯 其他电器看不出来随便用 舒舒服服地洗了个热水澡 白皙锁好门 躺在床上 一时进入四合院 身体暂时不敢进入 因为他没忘记 那条剧毒的黑眉腹蛇还在院子里 万一给他咬了怎么办 他囤了这么多东西 不都白费心思了 然而 一时在四合院里转了一圈 却没发现那条小蛇 白皙正奇怪 他是不是钻到什么物件里了 忽然 主持靠左第一个房间 门开了一条小蛇 从门缝探出脑袋 细长的蛇性子 从小嘴里吐出 好像在炫耀一般 白皙眼睛都直了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这条黑雷腹蛇 能帮他打开主持的门 想到整个蛇岛 就这条小蛇从活下来 白皙觉得 它可能不是一般的蛇 或许有那么点玄学上说的灵性 白皙慢慢靠近门口 小蛇 我救了你 以后你别咬我 听见没 然后 神奇的事发生了 小蛇竟然点了一下头 白皙不确定 这是不是凑巧 又问了一句 这间屋子是你打开的吗 小蛇在他的注视下 又点了一下头 白皙真让他捡到灵物了 你先出来 我把东西放进去 小蛇好像真的能听懂他的话 从房间出来后 又爬到了桃树上 对白皙完全没有攻击性 还一副呆萌的样子 白皙也慢慢放松了警惕 把花坛里的东西 全部移到这间主室 但遗憾的是 另外两间主室还是封闭的 花园空出来后 白皙把菜种子找出来 开始种菜 以前从没种过 所以完全不会种 只是把挖好坑 把菜子撒进去 然后浇水 买土 能不能长出来就看他自己了 种完白菜后 小蛇叼着一包种子 移动到他脚下 白皙结果一看 是一包向日葵种子 这是他从研究所搜来的那批 因为他清楚的记得 自己没买向日葵种子 因为他根本没想过 在末日磕瓜子 白皙打扰这条小蛇 竟然还有自己的审美 真是稀奇 虽然他觉得种瓜子 有点浪费土地 但既然小蛇喜欢 那就种几颗在花坛边吧 白皙在花坛边 种一排十颗向日葵 小蛇没有在捣乱 又心满意足地盘踞在了桃树上 悠闲地看着白皙忙碌 白皙又种了两排豆角 两排西红柿 种完这些 精神已经十分疲惫 他停止了种菜 又收了一下研究所 搬来的五土栽培蔬菜 很多都成熟了 生菜 辣椒 茄子乙 这个是蓝莓 白皙惊喜地发现 五土栽培架上 竟然还有蓝莓苗 但数量不多 一共五颗 白皙赶紧把它们 全部种到花坛里 后来又找到了五颗葡萄苗 二十颗草莓苗 全部种到地里 然后他想起一个问题 他没买果树 不过这个也好办 小区里有很多果树 可以挖到空间里 因为这是高档小区 所以果树质量也很高 樱桃 无花果 石榴 山楂 树莓都是好品种的 银河一早就去挖 实在精神不济 白皙退出空间 很快沉沉睡去 这回他知道了空间的 另一个妙用 安眠 睡不着的时候 用意识进去干活 宝管一会就累得想睡觉 第二天一早 他被自己的生物中叫醒 一看时间 五点 悄悄穿好衣服 捏手捏脚走出房间 然后就看见了沈乐端 正想去悄悄挖果树的白皙 胖哥 怎么起这么早啊 沈乐端挠挠头 想去捞地王蟹 白皙 沈乐端也没办法 他的食量太大了 如果不趁着行情好多囤点粮 以后恐怕会连累别人 白皙只能把果树的事情再放一放 反正果树种在那也跑不了 好 咱们先打探一下一期的情况 然后再去 沈乐端也这么想的 两人就当沉练了 一起跑步去了一期 等他们到那了才发现 一期业主正一起抬尸体 抬到一辆卡车上 一起扔到大海 有难民的 也有业主的 除了苍杀的 其他人死状都不好看 很少有一击毙命的 大多数都是连砍好几刀 毕竟都是普通人 不是专业杀手 有时候就算砍死了 也害怕没砍死 还想多不几刀 现在是什么情况还不敢肯定 到底是一期业主胜利了 还是一期业主失败了 被奴役干这种活 白希没有贸然去问 先和沈乐端悄悄潜入A11 然而 屋里静悄悄的 一个人影都没有 这就不正常了 按理说 那您拿下了A11 肯定会住在这里啊 还有 江雪蓉那家子怎么样了 到底死没死 咱们出去打听一下 沈乐端时刻警惕着四周 好 两人出去后 正好看见两个男的 抬着尸体路过 两位大哥 昨晚最后怎么样了 现在没有危险了吗 两个男子打量着他们 你们是这家什么人 白希 我是这家的女儿 昨晚出去找物资 今天回来就发现家里没人了 见他神色交集 两个男子脸上露出遗憾的神色 一个男子道 昨晚教会的人来救场了 他们有仓 打死了一些难民 也救助了一些业主 难民被打怕了 被迫投降 这时 教会宣布 入会就给一斤粮 还可以去住大教堂 每天都有免费十周 难民打不过他们 所以都加入了他们 还有一些受伤重的业主 也加入了教会 因为教会承诺免费治疗 我昨晚看见 A11三个人 全被担架抬走了 男的满脸都是血 你的可 总之情况不是很好 白希眼眶都红了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你们可以去教堂看他们 就在白眉山教堂 两个男人还挺热心 但他们还得抬尸体 两人就没跟他们多聊 立刻回了别墅 白小飞正戴着面罩焊接电路板 白小男再画一张设计图 戴书维则是正在做饭 看见他俩一起回来 脸上挂上乙女笑 沈乐端进厨房帮忙 戴书维还故意撞了一下他的胳膊 冲他使眼神 沈乐端当然知道他在想什么 严肃地摇了摇头 戴书维立刻就不再做怪了 不一会 他就做好了鲜肉蟹黄炒饭 瘦肉白菜汤 众人吃得津津有味 吃完 五人又去补蟹 路上 沈乐端把一期的事情讲了一遍 另外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戴书维 你们不觉得这个教会奇怪吗 假如说A05会催眠 那也是一次只能催眠一个人 之前我们在监控里都看到了 而且催眠一个人还挺费事 先给把人弄得半死不活 然后又按着肩膀对视好几分钟 期间嘴也不能停下 得一直不停地洗脑 你们说 就是效率 他怎么会发展得那么快 白小男 我猜这个教会在末世前 就是一个地下势力 打着教会的幌子 干着见不得光的事 比如说 走私军火 贩卖人口等 大家心里都是一惊 白小男的这个猜测非常有可能 但除此之外 白希还有一个猜测 A05是异能者 而且 他的能力正在不断变强 前世 他只听说过异能者 但没接触过 不管怎样的异能者 在末世都是高层的存在 受到严密的保护 他这种蝼蚁 根本不可能接触到 他听说过一个占卜型的能力者 能通过几根树枝 占卜出未来的胸脊 并预测胸脊的方位 因为这种能力 他在一个基地大放异彩 还听说过一个火系异能者 在末世大厦四方 许多势力想要招揽他 他却只当独行侠 这一时 要不是白小男的蜘蛛监控 白熙把防水录像机 用绳绑着放入水底 在手机上看水下的景象 一开始还能看到几只帝王蟹 但随着游艇继续前进 帝王蟹的数量 竟然越来越少 反而出现了大量的章鱼和乌贼 个头还都很大 看起来有些吓人 我靠 这是什么情况呀 白小飞已经看懵了 还有什么情况 帝王蟹大餐 改为章鱼乌贼大餐了呗 沈乐端觉得可以接受 他已经连吃两天帝王蟹了 也想换换口味 帝书维沉思片刻 严肃道 说实话 我现在心里慌了一批 你们知为什么会出现 这些大章鱼和大物贼吗 因为他们是帝王蟹的天敌 很明显 他们是追着帝王蟹过来的 昨天是帝王蟹 今天是大章鱼 那明天呢 海蛮 海龟 后天呢 鲨鱼 金鱼 空气一阵安静 白熙却是知道的 帝书维不是危言耸听 前世确实出现了大量鲨鱼 咬死了很多被生活所迫 不得不潜水捞物资的民众 不管怎么 今天先打一波章鱼 明天再说明天的 海里讨不到生活就去山上 山上还有野猪 而且鲨鱼怎么了 鲨鱼也可以吃呀 沈乐端安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众人 好像是这个道理 还没吃过鲨鱼肉 有点想尝尝 他们来到章鱼最密集的地方下网 很快就补满了两艘船 照就是两艘船先去卖 并外两艘继续咯 章鱼和帝王蟹不一样 帝王蟹不能保存很久 放一段时间后 蟹肉会自动分解成水 但章鱼可以晒干 烤干保存 所以章鱼虽然没有帝王蟹好吃 但价格没有掉下来 还是一吨章鱼换400公斤大米 因为章鱼比帝王蟹好捞 每个人都干尽满满 但很遗憾 来回两趟之后 他们还是被人盯上了 茫茫大海没有遮掩 被盯上是不可避免的 而且海是大家的 人家往哪开往哪开 谁能管得着 来的是一艘专业渔船 他们就在游艇附近下网 而且他们用的是拖网 船拖着网一走一过 就把海底的章鱼撸了一遍 专业升降滑轮起网 巨大的一网掠出海水 展现在他们面前 一网能抵他们20网 白熙 他还是见识太少了 早知道这样 应该买艘渔船 等渔船走后 他们再去换粮 就被告知 一吨章鱼只能换100公斤粮 白熙和白小南没同意 带着章鱼回来了 白小南很不甘心 就像戴书维说的 章鱼不会一直有 他的天敌很快就会跟过来 我们凭什么吃这个雅的亏 还不如自己晾干的囤起来 白熙也同意 就是可惜了 我们顶多只能存 四小船外加两个小舱位的章鱼 而且自己处理起来很麻烦 戴书维低着头 不知在想什么 游艇上的健身房 暂时可以用来晾章鱼 就是有点脏白熙笑了一下 没关系 到时候你们帮我一起打扫 戴书维也笑了 但笑容有些彷徨 一看就是心里有事 不过他不说 白熙肯定也不会问 戴书维先教大家穿章鱼 用针合线把章鱼穿起来 然后在健身房棚顶上挂钩 把线挤在上面 一排一排 整整齐齐 白熙已经预见到了 这东西到时候会弄得屋里很难闻 但漠视食物大于一切 为了食物 其他都可以让路 都学会穿章鱼后 大家分工合作 白熙 白小南和白小飞穿章鱼 戴书维和沈乐端补章鱼 效果远比他们预想的好 因为白小南和白小飞 常年做手工 手都非常巧 穿起章鱼来 简直跟机器人一样 下午 沈乐端和戴书维还打了一船鱿鱼 一整天 大家都在一刻不停的忙碌 个个都酸得抬不起来了 晚上 大家坐在健身房门口 一同看着房顶密密麻麻的章鱼 每个人都成就感满满 线下气温低 白天最高温度为5摄氏度 晚上怒地气温最低 零下8摄氏度左右 海上只怕会更冷 所以章鱼挂在这里也不怕坏 只是风干的慢一点 然后又再着鱿鱼回了别墅 开到一期门口 正好看到几个业主 在一期搭雨棚摆摊 五人下去看了一眼 大多是一些珠宝 包包 这些都是无用之物 也有少量肉干和粮食 这些大多都是换羽龙服 好一点的就是新鲜海鲜和蔬菜 蔬菜都是能室内种植的品种 比如生菜 小白菜等 转了一圈 竟然看见了韭菜 戴书维立刻上前攀谈 交易对象正好是B04的主妇 看见有人来商谈 B04的主妇非常高兴 最终谈妥价格 三斤大米换两斤韭菜 B04的主妇显然也很满意 一直都是面带微笑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一点眉眉莫及 白心却从她的笑容里 品出了很多东西 有一些痛快 有一些解脱 还有一种精神的觉醒 不过考虑到她家老爷们 光明正大王家里女人的行径 她就觉得很正常了 默示 对某些人来说却是心生 在漠视还敢欺负老师人 呵呵 回去以后 戴书维就做了鱿鱼炒韭菜 爆炒香辣鱿鱿鱼 刚出海的鱿鱿鱼味道就是不一样 肉质十分柔韧有嚼劲 特别是他们捞的鱿鱼都很肥 汤汁鲜纯美味 真的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再配上香喷喷的白米饭 大家吃得十分满足 接下来就是一起处理剩下的鱿鱼 戴书维负责烤鱿鱼 其他人负责摘内脏 壁炉 烤箱 烤架都用上了 把鱿鱼全部烘成香喷喷的鱿鱼干 一直烤到深夜才熄火 每个人都一身鱿鱼味 这要是气候恢复了 我可以立刻去食品厂任职了 白小飞感慨道 没想到他这双科技之手 现在竟然每天用来处理食物 谁说不是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开个食品厂 斯文当厂长 白熙已经累瘫在地上 戴书维笑了两声 然后又忽然顿住了 几番欲言又止 最终没能开口 看得大家都特别纠结 就连沈乐端都看出了他的不对劲 沈乐端揽着他的肩膀 就咱们这关系 有什么不能说的 虽然我现在除了一身蛮力啥也没有 但只要你开口 兄弟我还是一不容辞 白小男主动拉起白小飞 我们都累了 我们先回去休息 不是 你俩先别走 戴斯立刻急叫住他们 口笑道 如果想瞒着你们 我也不用这么纠结了 直接瞒下去就好了 他的视线扫过每一个人 好像在确定什么 最终 他深吸一口气 终于下定决心 我有个事要说一下 大家全都两眼瞪的溜元看着他 戴舒维竟然有点紧张 他轻咳一声 那个 我好像变得不一样了 四双眼睛一起眨了眨 期待他继续讲下去 戴舒维不知道该怎么说 他从厨房拿出一条章鱼 前一秒 章鱼巨大的触手 还紧细着他的手臂 后一秒 章鱼忽然剧烈挣扎起来 一边挣扎 一边还冒出热腾腾的香气 颜色也由棕灰色肉眼 可见得变为粉红色仅五秒钟 一只活生生的章鱼 变成了烤章鱼 戴舒维又从厨房 拿了点调料撒在上面 章鱼继续冒着热气 烤出的油水滋滋响 有了调料的加持 章鱼的香味越发浓郁 戴舒维用小刀 把一条章鱼腿切成小段 来 都尝尝 白小飞已经惊呆了 咕咚一声咽了口口水 戴哥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是魔法吗 戴舒维先吃口章鱼压压筋 白小飞被塞了一口章鱼 本来只是想嚼嚼咽下去 没想到一嚼之下竟然非常好吃 章鱼的肉质从内到外 都是一个火候 吃起来异常鲜美 跟传统的烧烤相比 完全是两种效果 好吃 好吃 白小飞又自己加了一块 其他人也都尝了一下 但注意力还是戴舒维身上 戴舒维坐到他们对面 你们也都看见了 我能凭空便出火 还能将食物从内部烤熟 白喜比白小飞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从没想过 自己身边竟然就隐藏着一个能力者 还是这种攻击性十分强的能力者 不只是食物吧 人和动物有什么区别 你也能从内部引燃吧 真可谓杀人无形 而且你的火不需要从身体里冒出来 就算你在人堆里杀人 也没人知道是你干的 简直逆天 白小南和沈乐端不住地点头 对他的话深表赞同 沈乐端竖起大拇指 以前你叫我叫哥 现在我叫你叫哥 戴哥 请收下我的膝盖 戴舒维赶紧打住 胖哥 一日为哥 因为我最近的能力好像遇到了瓶颈 偷偷摸摸已经没法继续增进 而且我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的 我就是想念都没时间 但动物都在不断变强 我怎么敢松懈 我想要光明正大的去锻炼我的能力 首先就需要让你们都知道 心里有个准备 然后就是支持我的锻炼 白希首先表态 没问题 你想怎样就怎样 只要别毁坏设备就行 我们都配合你 戴舒我有点不好意思 其实我也不干啥 明天我想去游艇上轰章鱼 现在我最多一次轰两只 不需要拿那些张力练手 争取能一直轰三只 四只 越多越好 当然没问题 你全轰了更好 白希立刻道 戴舒尾点头 然后态度变得严肃 还有一件事 就是关于A05 我怀疑他跟我一样 身怀特殊的能力 而且他的能力很诡异 以后你们都要比开他 不要与他正面接触 大家都赞同 我们都会注意的 最后一件事 关于我的能力 除了咱们五个 不许告诉任何人 我只信任你们 戴舒尾谨慎道 大家立刻点头 我们不是大嘴巴的人 放心 我和小飞 连我爸妈都不告诉 白小男当即表态 白希也认真道 你别看我有家人 其实我就是个孤家寡人 相比起来 你们更像我的家人 放心 我白希从不被看朋友 沈乐端没有说话 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 不需要说话 戴舒尾终于把想说的话 都说出来了 整个人长出一口气 靠在沙发上 身心异常轻松 然后空气又是一阵安静 众人都低着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沉默两久后 忽然 沈乐端也倾咳一声 那个 我也有个事要说 大家全都一个机灵 两眼刷刷 看向沈乐端 沈乐端都被他们 看得不好意思了 我也到了瓶颈 我也想光明正大的锻炼 我觉得我能更进一步 白小飞声音都在颤抖 胖哥 你也白惜 你的能力是 沈乐端有点不好意思 我吃多少东西都不会饱 我能无限吃东西 众人 白小男摸着鼻子 这个虽然不礼貌 但我还是想说 你这能力没必要练吧 就算你能一次吃下一个粮仓 有什么用 只是世界上 消失了一个粮仓而已 在末世 这应该是最反社会的一个能力 就连戴书维都没说话 因为他也这么觉得 沈乐端脸色微红 不完全是这样 我吃的东西会加成到身体素质上 我吃的越多 力气 耐力 防御能力 恢复能力 身体的抗性 所以属性都在加强 是身体素质的全方位提升 而且是永久的 不会反弹 大家都开始不自觉的点头 这个确实挺厉害 白希拍了下一大腿 这样啊 那你可以和斯文一起练 斯文使劲考 你就使劲造 带书尾考的越多 你就能吃的越多 实在不行你就生吃 生吃没问题吧 沈乐端两手放在腿上 乖巧的像个小学生 没问题 我就算吃有毒的东西都没问题 我吃毒蘑菇试过了 众人 怪不得他一直惦记着那条小毒蛇 不过这样一来 大家也松了口气 不然真攻不起他 做饭的速度都赶不上他吃饭的速度 沈乐端向大家一举功 我知道我的能力 在末世非常不厚道 但我保证自力更生 绝对不拖累大家 之所以说出来 就是为了得到大家的支持 光明正大的吃 再次感谢大家 白小飞已经缓过神来 胖哥 你太客气了 你这能力其实也很逆天 靠吃就能晋级 而且你能无限吃 简直没有瓶颈呀 而且这么长时间 大家谁不知道 你一个人能顶五个人 说句良心话 我们都是跟着你混吃混合呢 沈乐端腼腆道 我努力努力 争取一个人顶十个人 白希觉得只要他肯吃 最后会变成一个超人 一个人顶一百个人 都有可能 还有一个疑惑也解了 之前他亲眼看见他受苍伤 从腹中取出子弹 结果第二天就活蹦乱跳了 当时他不想表现出关心 所以一直没问 现在看来 那个时候他就已经有异能了吧 而且这恢复能力 还不是一般好 也许他为了掩盖自己的能力 平时还特意收了几分力呢 沈乐端也说出来了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哎呀 以后我就能随便吃了 大家看见了不要害怕 哈哈哈哈 大家全都支持他 胖哥随便吃 真想看看你一次 最多能吃多少 这要不是末世 你得靠吃多赚多少钱 说完之后 气氛再次陷入沉默 也没人说回屋睡觉 只有白小飞去阳台 给家里打个电话 说不回去睡了 等他回来以后 白小男双手交叉 放在嘴边 似乎做了很大的精神建设 终于开口 我也有件事要跟大家说 哼 白小飞的手机掉在了地上 气氛一鸣 全员再次坐直身体 姐 你白小飞已经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这是他朝夕相处的亲姐姐 这么大的事 他竟然瞒着他 关键是 他完全没有察觉出他的变化 姐 你就说吧 我能扛得住 白小飞因为连番受刺激 大脑已经出现了顿感 白小男迎上众人目光 其实我说出来也有私心 自己闭门造车 终究不是办法 我也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帮助 既然沈乐端和斯文都坦诚了 我也就不瞒着了 我的眼睛发生了变异 能看到事物的内部结构 比如说他的视线扫过众人 然后又低下头 沈乐端上衣里 都有一盒黑乎乎的东西 戴书维腰带内侧贴了刀片 众人 男士们下意识捂住裆部 又立刻反应过来 这样根本没用 沈乐端拿出一盒蒙古族药膏 为了预防大家受伤 我一直都随身带着 戴书维摸着腰带 哈哈留个后手 不过男士们的眼神明显有点嫉妒 真是可恶 这么好的技能白小男也很尴尬 你们放心 我现在已经能控制我的能力了 不想看的时候就可以不看 等等 他说什么 现在已经能控制 那意思是不是说以前控制不了 真是太没人性了 可能精妙的仓屑就别藏找了 都拿来让我研究 我要研制军火 原来他喝醉了说的不是醉话 只是酒后土真盐而已 沈乐端两腿并紧 可我和斯文身上的都是很普通的东西 房间里有几件好东西 过后拿给你 其实白皙最多 仓套都有 种类齐全 白皙沉没了片刻 却没有提仓屑的事 反而道 既然表姐有这种能力 那肯定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 刚才你拿胖哥和斯文做例子 却没有说我 也是要替我保密吧 你们都坦白了 我还有什么 好藏着掖着的大家 这都是什么情况 白小飞倒吸一口凉气 你们白吸引上众人的目光 今天是坦白大会吗 那我也坦白了 我有一个空间 不是很大 类似于一个四合院 但书我已经骂了 我还以为我性格稳重 没想到 我是最沉不住气的一个 原来小丑就是我自己 沈乐端立刻揽住他的肩膀 兄弟 你听我说 我也想把我的能力说出来 如果不是漠视 我早说了 但你看现在的情况 大家都在为生活奔波 我哪有脸说 我能无限吃东西 戴书维点点头 我能体谅你 白小男也很无奈 解释道 我这个能力也很尴尬好吗 也就我是个女的 还敢说出来 换成你们有这个技能 你们谁敢说 戴书维 嗯嗯 我理解 白吸 大脑迅速组织语言 但好像任何文字都显得苍白 实不相瞒 这种事情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保密 如果不是你们都坦白了 我到死也不会说 大家都点头 确实是这样 戴书维 尽说大实话 白吸 说了一口气 我倒是不怕你们怎么想我 既然已经坦白了 就把话说清楚 我这个技能乍一拼 像个移动仓库 但我并不想当大家的库馆或是后勤 因为我不是那种精细操心的性格 我也很讨厌麻烦 而且我希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空间 而不是大家的仓库 所以 如非必要 不要想着玩我的空间色东西 如果有必要 我会主动帮大家把东西收好 其他 就跟斯文说的一样 首先 咱们互相支持 共同进步 我也希望 我的空间可以开发到更大 如果能大到把大家所有的东西都装下 那我也不会吝啬 其次 这件事只有我们五个人知道 大家都没有任何意义 谁都不是圣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 白吸提出的问题一点毛病没有 他自己的空间 本该就是他自己使用 他们都是有界限有底线的人 在他们看来 如果情况危急 互相帮助一下 这就够了 代书伟感叹一声 本以为自己是最特殊的 没想到大家都是大佬 小飞 说吧 你的能力是什么 白小飞 蓝兽 香菇 沈乐端 对呀 却回谁都不用藏着了 大胆说出来 以后我们相互配合 共同进步 白小南和白溪也期待地 看向白小飞 白小飞笑得非常勉强 比哭还难看 我想回家静一静 你们都洗洗早点睡吧 不用管我 然后他便独自转身离开 走到门口的时候 还听到代书伟小声捣鼓 不是每个人都有吗 白小飞快速跑回家 他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上天要抛弃他 现在他感觉自己 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世界再遭受天灾 人也在不断进化 而他却在原地踏步 他自认为自己末世以来 已经够努力了 甚至是拼尽全力了 有十分力气 甚至使出了十二分 为了拉网 他胳膊脱臼 为了潜水捞海鲜 他冻的尿液都是粉色 他努力接受一切暴力与扭曲 但现实如此残酷 他打开门 一头扎进自己家里 爸爸 妈妈现在 他只想喝一杯妈妈泡的花茶 再配一点蜂蜜 安抚一下他脆弱的心灵 然而 眼前的景象让他愣在了原地 爸爸在干什么 为什么他的掌心能发出蓝光 白小飞努力摆出一个笑容 爸爸 你这是什么能力 白鹤神秘一笑 还没来得及跟你姐弟两个说 因为我也是刚刚能收放自如 这是治愈能力 爸爸 真是太好了 然后他又看向孙思琪 妈妈没觉醒这种能力吧 孙思琪笑着摇头 这个世界越来越奇妙了 我可没有治愈能力 但我忽然就有了过目不忘的能力 还能把看到的东西 像拍照片一样拍下 存在大脑中 白小飞摆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妈妈 你真是太棒了 然后他又说了几句恭喜的话 便迅速上楼 回了自己的房间 白鹤和孙思琪等他的背影消失 俩人对视一眼 我怎么感觉小飞有点不对劲 可能是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 他一时有些难以接受吧 过两天 他就自己想明白了 白鹤猜测 孙思琪心思更细腻一点 他看起来好像已经知道异能这回事了 并没有太过惊讶 关键是我们都告诉了他我们的异能 比上往来 他也应该告诉我们他的异能吧 但他什么都没说 这就说明 他的异能特别垃圾 或者特别鸡肋 白鹤觉得自己真相了 嗯 很有可能 孙思琪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哎 如果是这样 他难免要心情不好 这也没办法 如果每个人都有一能的话 那肯定有好坏之分 不管在什么时候 人总要分出个三六九等 越是这种严峻的时候 越没有公平可言 是啊 掌握武器的人会有优先说话权 这个世界会被重新洗牌 第二天 大家重新聚到一起时 白小飞已经自己调节好了情绪 他的想法是 他最小 刚上高中 而其他人都二十岁网上了 所以 别人都有异能 他没有 但他的潜能是无限的 很快 他就要过十八岁生日了 他相信 最棒的异能会降临到他身上 所以 想明白以后 他又是那个快乐的白小飞了 大家也都很欣慰 特别是白小男 他相信自己的弟弟能过这一道坎 不管有没有异能 都能做最好的自己 吃过早饭后 大家一致决定今天继续补鱼 房车路过B05的时候 他们发现B05门口聚集了一帮人 大家怕错过什么信息 都想下车去查看一番 白熙便停了车 但他没有下去 而是留下来看车 莫是扭曲的 不仅仅是难民 恐怕私下 某些别墅的业主会更加变态 人心难测 不得不防 说不准什么时候 表面笑嘻嘻 朝你打招呼的邻居背后 就给你捅刀子 不多时 四人回到房车上 但都很沉默 脸色也都不好看 一时没有说话 白熙重新启动车子 等开出一段距离后 戴舒维才感叹道 现在虽然缺粮 但能吃的东西还是很多的 别的不说 咱们住在高山 面朝大海 山上有山货 海里有海货 只要勤快点 啥没有 不像别的地区 红涝一来 只能看见几条河鱼 抢光以后啥都没有了 你说 他怎么就到了吃人的地步 还把人分家好放在冰箱 一天一块 什么心理素质能吃得下 晚上不做噩梦吗 白熙听完以后 有点惊讶 他本以为是B05杀人的事情 曝光了 没想到他吃人 杀人的眼神 他知道 但吃人的眼神 他想起前世 自己即将被卖给食人族 那些人紧盯着 他这个即将到嘴的羔羊 眼神中除了兴奋 没有一丝身为人类的情绪 就像冰冷的海蛮 可能是恨极了吧 正好又赶上断粮 沈乐端小声说了一句 小时候他看过狼群 吃死狼的尸体 大自然中 同类像时的例子多的是 所以他只是震惊了一会 很快就接受了 白小飞完全不能苟同 不管怎么样 反正杀就够了 胖哥 如果你的爱人背叛了你 你会吃他吗 沈乐端表情一僵 说的什么话 我眼光很好 不需要操这种心 我找的人 最起码不喜欢了 会说分手吧 白小飞低下头 没有再说话 白小男没有发表意见 但表情 显然是已经接受了这样的事 正想着 就到了山下 这里再也没有了难民党路 清静得很 道路两边的树林里 本来有很多板房和帐篷 现在也都撤离了 也幸好他们及时撤离了 因为海水已经蔓延到了山脚下 树林被淹了一半 来不及凋零的树叶被冻僵在枝头 风一吹就纷纷落入水中 水下隐约可见 各种色彩明丽的鱼类在树木中穿梭 在这阴暗的雨天 竟然有种别样的美感 水位还会继续上涨吗 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白小飞十分担心 我忽然有种预感 苍蓝山会和那些插在海里的大楼 是一个结局 也许是吧 大家都没有说话 气氛有些沉闷 房车开到海边 白熙放出橡皮气囊 这时几艘快艇冲了上来 将他们拦住 快艇上涂着大大的十字架标志 漆黑显眼 骑快艇的人也都穿着统一的黑色制服 脖子上挂着银黄黄的十字架 白熙还眼尖的发现他们腰上鼓鼓的 大概还随身带着舱 先别硬刚 教会现在势力不小 我们先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就算他们提出无理的要求 我们也先让一步 等回去再商量 沈乐端害怕白熙忽然发飙 赶紧先跟他说好了 白熙在心里翻白眼 他是有些暴躁 但还不至于自大到 以为自己天下无敌 我知道了 白熙停下房车 落下车窗 小哥哥 有什么指教呀 这几个教会的人身体都很强壮 眉眼里透出一股狠力 乍一看哪像教会的信徒 倒像是职业打手 一个中年大汉靠近一点 严肃道 为了帮助更多受灾的难民 和控制海上捕捞活动 避免过度捕捞 教会和商会无奈之下成立了监管部门 暂时接管了这片海域 凡是进行海上捕捞活动 都需要缴纳所得物资的30% 统一交到粮食兑换处 粮食兑换处 就是之前他们换粮食的地方 现在看来 应该就是他们所说的商会了 所以 现在的情况就是商会和教会联合 强行统治海域 听起来确实很厉害 出海的渔船打捞到东西后 时刻有9个去商会兑换粮食 然而 现在去了 你就需要先交30%的所得 然后才能换粮 如果你不换粮 想偷摸走 那还要问问教会的信徒们 他们腰上的仓童不同意 就想问一句 要脸吗 有仓就这么了不起 五人都很气愤 商量了一下 准备打刀回府 海里的东西捞不完 但山上的野猪却能很快打完 戴书伟首先道 白小南也赞同 不如这几天先打野猪 存点猪肉 顺便观察一下形势 白西想的却是前世 教会和商会并没有联合 而是分庭抗礼 各据一方 海岸也被一分为二 一半教会管理 一半商会管理 他们之间还经常发生争斗 今天你抢我地盘 明天我捣你老窝 连人调动平反 关卡设立的也不严密 所以小老百姓总能找到空子 大家一起钻 很快就商量好了 大家一致决定了 放弃补牢 教会的人也没为难他们 一开快艇 放他们走了 白西调转车头 收起橡皮垫 往回开去 走到半山腰 忽然看见了四个熟悉的身影 白西打量着他们 林仁成和林慧都走入姿势怪异 一直插着腿 像两只鸭子 江雪荣的腿倒是能合拢 就是一步三晃 还浑身发抖 他们四人浑身都脏兮兮的 面色蜡黄 眼带和黑眼圈都很严重 特别是江雪荣 皮肤黄中透黑 像得了肺毛 这种哥特式风格的暗鸭色 与他们极其相配 白西越看越喜欢 这才是生活原本该有的模样 退去那层虚伪的外衣 展现出最动人 最真实的一面 此刻江雪荣一夹子 也正看着他的房车 江东明更是直接走到路中间 将车拦住 气急败坏地拍打着车窗 你这个不孝女 你妹妹受了那么重的伤 你一次都没回来看过 是不是你爹死了 你都不能回来看一看 你还当不当我是你的父亲 白西打开车门 跳下车 说什么呢 爸爸 一百亿不想要了 为了这么一个见货跑来骂我 咱俩可是亲妇女啊 江东明正愣一下 你那一百亿我怕是没赴享受了 说不定我哪天死了 你那一百亿还没解冻 虽然这样说着 但语气还是缓和了不少 白西心里吃笑一声 爸爸 林渊成没跟你说吗 江雪荣都是旧游自取 我们掩护他先撤退 已经很够意思了 不然他现在早被子弹 打成马蜂窝了 还能在这挑拨离间 江东明听出他话里的意思 他认为他生气 全是江雪荣挑拨的 这说明他 还是非常在意他这个父亲 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争风吃醋 不管这个女人 是女儿还是情人 男人总是无法责怪的 江东明忽然就觉得 没什么好生气的了 嘻嘻 我也不知道 你们姐俩究竟怎么了 但做父亲的 都希望家庭和睦 姐妹有爱互相帮衬 有时间 你还是要多回家看看 就当是为了爸爸 嗯 白西点头 爸爸 我今天早上还回家了 结果没看见你们 你们都去哪了 江东明摘下帽子 脑袋上赫然缠着绷带 配上他略显沧桑的面容 有种心酸的可怜 我们去教会智商了 现在也只有教会 肯免费为我们疗伤了 昨晚难民突然暴乱 我们都受了伤 教会来人制服了暴乱者 我们为了智商 全部都加入教会了 哦 对了 有时间你也去加入教会吧 以后每周天 我们一起去做礼拜 他正说着 江雪龙走了过来 又怨道 姐姐 你就讨厌我到这种程度吗 表哥已经跟我说了 昨晚他去向你求助 你却把他打成重伤 你是冷血动物吗 心怎么这么狠 就算你不想救我 那爸爸吗 你也不管了吗 哈 一个大笔兜子 狠狠糊在他脸上 白西点眼看着他 贱人 还敢挑拨离剑 这一掌用了十二成的力道 直接把江雪龙扇倒在地上 江雪龙脸上迅速红肿起来 因为湿血过多 外加细菌感染 他的身体本来就非常虚弱了 遭此一击 两眼一瞪 气急攻心 一下子晕了过去 白西 你在干什么 江东林大喊一声 立刻蹲下扶起江雪龙 林慧和林然诚也立即跑了过来 林慧目自欲裂 那架势像要跟白西拼了 你敢打我女儿 今天必须给我说法 白西一森森地看着他 你算什么东西 母女两个合起火来挑拨离间 果然什么鸡下什么蛋 林慧双眼圆睁 手指颤抖地指着他 你 白西还要上脚踢江雪龙 被赶过来的沈乐端拦住 江叔叔 昨晚我们都是见证人 林渊成可没向我们求助 只说要和我们组队 白西被江雪龙冤枉不是一次两次了 你们家的事 你自己去问清楚吧 白西 我们走 有时间也不能耗在这里 沈乐端说完就把白西拉走了 留下江东明和林慧在那里干瞪眼 上车以后 白西冲他眨眨眼 胖哥 出面很及时呀 沈乐端明嘴一笑 这点眼力见他还是有的 开车将那家四口抛在脑后 直奔山顶 可能是白眉山教堂离这边有点远 教会的人都没有过来 山上只有一些业主和住在集装厢的难民 在捡蘑菇 挖野菜 白西母人边寻找野猪的踪迹 边挖野菜 采蘑菇 带数未知道的多 在几块大石头中间找到一片野蒜 还找到了几根野山药 大家一起全部挖光 落在地上的山药豆也全剪了起来 大概是剪蘑菇的人太多了 正经蘑菇几乎看不见了 只剩一些毒蘑菇 沈乐端一走一过 全部收入腹中 大家看得提心吊胆 一直注意着他的精神状况 野菜全是冻干的状态 他们也挖了挺多 直到走到后山的时候 大家看见了几坨野猪粪 五个人分头去找 不一会就听见白小飞大喊大叫着跑了回来 哥哥姐姐们 救我 大家迅速集合 就看见白小飞身后跟着一串野猪 有大有小 直接贯穿第一头野猪的双眼 沈乐端已经跑了过去 虽然他很胖 但他的速度非常快 身形都快出重影了 迅速出拳 一拳一个 连续打死两头野猪 戴书维一次性引燃两头野猪 烧得他们嗷嗷叫唤 原地咬着尾巴打转 不一会 心脏就被烧熟了 扑通扑通陆续倒在了地上 白小男用手舱练习射击 野猪皮操肉厚 防御力太强 连续开了五舱才打死一头 剩下的全让神恶端用拳头锤死了 这也让大家真正见识到了 他的恐怖之处 简直是人形坦克 绝对的实力碾压 戴书维也非常厉害 如果不是那两只猪的鼻子 一直糊糊冒热气 他们都不知道戴书维动手了 最后是收尾工作 不用大家说 在确认四周没人后 白系主动把六头野猪 十三只小野猪全部收入空间 堆放在一个花坛里 之前他整理出了两个花坛 种菜只用了半个花坛 还有一个花坛没用 正好放野猪 白小飞看着大家 像仙人一样各显神通 羡慕的眼睛都直了 不知道他到时候会觉醒什么异能 大家第一次展示出自己的异能 配合十分默契 但神乐端并不满意 还是不够强 他握紧拳头 需要用不了多久 我们只需要一个人出面 就能解决所有的野猪 戴书维长出一口气 一次性烤两只 非常消耗精神力 只要我们努力训练 一定会的 然后他给白小男提出了一点建议 我觉得你应该先锻炼基本功 增强身体的耐力和灵活性 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到 那得需要非常快的反应速度 神乐端 咱们回去再说 眼看十二点了 我都饿了 回去做饭 得益于白皙空间的便利 截人手里拎的野菜做的样子 快速回到别墅 等白皙把野猪 全部从空间里拿出来以后 神乐端想了一下 严肃道 咱们还是分一下吧 我只吃我自己那份 大家都同意了 省得他有心理负担 然后经过一番商讨 白皙一头大猪 白小男一头大猪 戴书维两头大猪 白小飞一头大猪 奖励他引出野猪有功 剩下的全给神乐端 十三只小猪 不是猪崽子 全是半大的小猪 所以神乐端一点都不吃亏 白小男比他们三个提升大三岁 作为大姐 担起了主持大局的重任 就这么定了 咱们就是按劳分配 谁也不用跟谁客气 神乐端哪能看不出来 他们都照顾自己呢 别的不说 以白皙的仓法 多开几仓啥都有了 但他只开了一仓 还是为了救人 好 我也不跟你们客气 神乐端照单全收 不过 内心里 对整个团队多了一份责任感 我来把野猪都处理好 你们再自行保存 他主动承担起了最艰巨的部分 大家都十分感激 这个活又脏又累 而且除了神乐端 其他人连猪腿都掰不动 神乐端处理得也快 一刀切开猪腹 刀法十分精准 一点都不伤到猪内脏 摘了猪肝 其他器官一股脑 全部扔到一个黑色大垃圾袋里 虽然现在海边被封了 但他还是没有放弃打窝的想法 白晓南姐弟也不吃猪下水 都很赞同他的做法 然后他开始野猪包皮 野猪毛太长太浓密 野猪皮也又硬又厚 根本嚼不动 干脆也不费那功夫拔毛 直接整张戒掉 猪皮冲洗干净 晾在放肉的房间 以后说不定能有用 沈腾格勒刚处理完一只 戴书维就开始烤 这只算我的 我请大家吃烤整猪 他用自己的异能之火由内而外 均匀地烘烤着野猪的每一个细胞 一边烤 一边把调好的烧烤料 涂在野猪身上 白晓也没闲着 他负责冲洗野猪皮 给神乐端减负担 白晓南知道自己的责任不在这里 他开始研究起白晓的武器 昨天晚上睡觉前 白晓交给他一个大包 火箭炮 各种舱 激光舱 啥都有 他发现自己对这些东西很感兴趣 甚至有种莫名的兴奋 比起以前研究的那些科技产品 他觉得这才是他真正想要研究的东西 有种灵魂被唤醒的快感 白晓见此 选了个间隙 把研究所导腾来的工具 器械 全部从空间里拿出 放到了书房 书房里的书架太占地方 被他搬到了空间 一翻整理后 器械摆放整齐 看起来有模有样 就给白晓南当实验室了 另外离接零件 原材料 还有金属厂到腾来的各种板材 金属管之类的 对放到另一个房间 如果白晓南有需求 可以来这里找 白晓飞看到这些东西 也两眼放光 去书房跟白晓南一起做研究 白晓继续清洗猪皮 很快 所有的猪 都被沈乐端收拾干净 他和白晓一起洗净 最后一张猪皮 两个人虽然单独在一个房间 但他们都不觉得尴尬 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天 就像普通朋友一样相处 白晓不得不承认 跟沈乐端在一起 从不会觉得有负担 反而会很放松 沈乐端亦是如此 也猪皮特别厚 三层一起做成马甲 能防一防普通的子弹 他说道 白晓不太想穿这样的马甲 三层一起也太沉了吧 而且穿得也太硬了 弯腰都困难 如果没有防弹衣 倒是能将就对了 你不是没有防弹衣吗 给你做一个马甲呗 沈乐端微笑点头 好 白晓 你会做吗 沈乐端觉得自己可能误会了什么 但还是想争取一下 不会 白晓点头 那你会找斯文吧 我看见过他补衣服 他肯定会做 沈乐端 两人往厨房走去 戴书维也烤完了两只大野猪 三只小野猪 白晓说了 让他给沈乐端做猪皮防弹衣的想法 戴书维一口同意了 他俩这么好的兄弟 这点小事还用说吗 沈乐端 大家一起把食物搬上桌 白晓咸光吃肉太腻 从空间里拿出了生菜 小白菜 萝卜 还有大酱 大家一起站着吃 既然空间已经曝光了 就不要吝啬了 以后碰到好吃的也能往里存 心就交替着来 毕竟 戴书维的厨艺太好了 他囤的那些熟食 简直没法比 一顿饭吃的有滋有味 特别是戴书维烤的野猪 野猪肉本来是不好吃的 但他涂了自己调配的香辣烧烤料 做出来就特别开胃 除了沈乐端 其他人一共吃了不到一只小野猪 而沈乐端竟然自己一个人 吃下了两头大野猪 外加两只小野猪 大家第一次看他敞开了吃 都惊诧不已 这个异能真的太恐怖了 戴书维跟沈乐端在一起的时间久了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吃没吃饱 于是继续烤 他也正好练习对火元素的运用 白小男和白小飞则是继续做研究 白希空闲下来 回了自己的房间 闪身进入四合院中 刚才他拿东西的时候没有看见小蛇 很好奇他去哪里了 找了一圈没有找到 另外两个主事依然是封闭的 小蛇 白希轻声呼唤 这时他放在院子里的烂树叶冻了一下 一个有黑的小蛇头冒了出来 脑袋上还顶着一片干树叶 小蛇冲白希吐了吐舌头 似乎在回应他 白希被蒙到了 本来他是很害怕蛇的 但现在越看这条小蛇越觉得漂亮 他走到烂树叶跟前 蹲下身来 小蛇你在这里干什么 小蛇从树叶中滑行而出 露出自己的肚子给他看 白希仔细观察才看出来 他的肚子好像有点粗 这是怀孕了吗 但他是公的母的 他都不知道 还是他偷吃东西了 对了 他一直没给小蛇准备吃的 也不知道他这两天吃的什么 四合院里除了小蛇没有其他活物 不知道他能不能吃杀好的猪肉 白希先给他切了几块 喂给他吃 小蛇也很给面子 全部吃光了 撑得胃里鼓鼓的 想到很快就会有成群的大老鼠 拱上苍蓝山 白希就一点都不担心了 先用猪肉糊弄两天 等老鼠一上来 就把他放到别墅 让他捉老鼠 我给你取个名字好不好 以后叫你就叫你黑梅吧 想到以后会朝夕相处很长一段时间 白希觉得还是给他取个名字才好 要不一只小蛇小蛇的叫 万一他怀孕了 生了宝宝叫什么 小蛇漆黑的眼睛看着他 然后点点头 黑梅能这么聪明 白希十分高兴 他把他重新埋在烂树叶中 让他继续睡觉 树叶腐烂能释放出热量 而且在这里面躺得很软 所以黑梅才喜欢藏在这里吧 白希心想 以后可以给他弄个舒服的窝 然后他又开始种地 上次种了一半 一直是个事 这次一定要全部种完 身体力型的种地和用精神力种的 完全是两种概念 精神力种的很疲惫 但身体种地却很轻松 照比外面 只需要用四分之一的力气 又种了两排白菜 两排菜花 两排荷兰豆 四排辣椒 袋叔为用辣椒量大 他得多种一些 希望能跟上袋叔为用的速度 还种了研究院培育的五颗南瓜苗 五颗脚瓜苗 种完这些 一个花坛就快要种满了 还剩一点地方 白希全部种了黄花菜 他感觉黑梅喜欢花 黄花菜既能看又能吃 也不算浪费土地 另一个花坛还是空着 他准备先移植几棵果树进来 然后再见缝插针 在果树下种点东西 然后又整理了一下房间 刚才研究所的东西 和金属厂的东西全拿出去了 腾出了很大的空间 白希把房间空出的地方 归整落满 大院子又腾出一半 蘑菇也长大了很多 白希将大队的全踩了 放在房间里保鲜 又给桃树浇衣了变透水 总算把所有的杂活都干完了 白希躺在躺椅上 望着树梢上舒展的内液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瓶颈 这个四合院 就像他的一个避风港 虽然他不会常来 但只要他好好地在这里 他就安全感十足 如果他是那种十分狗的性格 他可能会想一辈子 待在这里不出去 但他的身体里扶着一只野兽 如果他不发泄出来 恐怕会疯掉 所以他更喜欢外面的天地 偶然涅涅渣 杀杀人 就算疯狂地捕捞海鲜和猎杀野猪 都能短暂地安抚他躁动的心 一切整理完毕 白希退出四合院 空间里的时间和外面是一致的 他在空间里待了两个小时 时间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楼下忽然响起欢呼声 听起来很热闹 白希不禁一笑 除了四合院 他们这五人小团队 也是一个平静祥和的港湾 迅速走到楼下 只见一只清理好的野猪 被吊在厨房墙壁上 白小男手持一把踢骨刀 目光凌厉 一遍又一遍 把刀插进猪的关节里 戴舒维在一旁纠正他的动作 当他表现好的时候 戴舒维就鼓掌叫好 白希捏着下巴 脸上不觉就戴上乙母笑 表姐为人冷清 且最新研究 如果能有个戴舒维这样的男朋友 多互补牙 而且戴舒维模样帅气 虽然瘦 但全身都是肌肉 为人也体贴 厨艺又高超 关键是 他的艺能非常厉害 如果练好了 将来会是一个恐怖的杀人戾气 他肯定能保护好自己的女朋友 正想着 已经走到了他俩跟前 白希倾咳一声 两人太过专注 被他吓了一跳 沈乐端呢 白希笑问道 戴舒维眼睛看下楼梯 在那呢 白希一回头 就看见沈乐端也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白希迎上前去 想请你帮个忙 沈乐端立刻拍胸脱道 什么是直管说 白希 想请你帮我挖几棵树 嗨 这有什么难的 沈乐端竟直往外走去 白希也赶紧拢好衣服 从空间拿出两把铁锹 两人一人一把 外面的气温达到了零下三度左右 地面的积水全部变成了冰茶 暴雨从天空落下 冰茶一边化一边动 如此交替往复 白希专挑造型好的老果树 让沈乐端帮忙了 他又不会休之 到时候就照着这行俭就行了 小层地皮 沈乐端挖的速度太快 嫌他爱手爱脚 就把他支到旁边了 没办法 树叶有专攻 他放弃了 因为花坛不大 他也瞄太多 果树种的太密集也长不好 所以一共只挖了六棵 一棵樱桃树 一棵石榴树 一棵山茶树 一棵无花果树 一棵苹果树 一棵狮子树 还挖了几层树莓 把他们种在花坛边上 两人满意而归 正走着 忽然听到大喇叭的声音 苍蓝山的居民注意了 政府发放物资 到白眉山大教堂领取 回头一看 是一辆巡逻车 开着大喇叭喊话 巡逻车开得很慢 争取让每一户人家 都听到他们的声音 陆续有业主 从别墅里匆匆走出来 他们无不面色欣喜 三两聚在一起 讨论领物资的事 这么长时间了 很多人家都断粮了 关键是政府 自最开始安置了一下 受灾民众后 这都整整过去半个月了 中间一点消息都没有 天灾固然可怕 可活下来的民众 更担心政府有心无力 只能抛弃一部分灾民 而他们就是 被抛弃的那一批 这次是全球气候异常 全世界都在受灾 情况非比寻常 华国固然物大地薄 但储存的物资 也不可能满足所有人 只能做出取舍 那他们这个海滨小城市 地处偏远 极有可能会被最先抛弃 但今天 他们等到了官方的救助 官方没有放弃他们 每个人内心都无比激动 只要官方屹立不到 他们就还有希望 白熙和沈乐端对视一眼 俩人快速回家 把这个消息说给大家听 一路上 白熙都在思索 前世 政府固然一直都没有放弃 甚至拼尽全力 但各方势力已然分化 最终 政府成为了一个标志 每个势力都可以拿来贴在自己脸上 正如古代逆臣 打着青青错的名号 为自己谋权一样 其实 现在已经能看出一点苗头 政府不是已经开始跟教会合作了吗 因为政府已经没有精力 和人手去重新集合民众 而教会已经聚拢了大多数难民 政府想要高校完成赈灾工作 只能选择跟教会合作 经此一事 教会的名声会更加深入人心 你看 政府都跟教会站在一起 回到家中 还没等他们说 巡逻车也拐过来了 大喇叭的声音非常大 务必保证每家都听得清清楚楚 五人坐在桌前商量一番 一致认为不领白不领 顺便去看看情况 但教堂里那名多 为了不那么显眼 大家全戴上帽子口罩 五的严严实实 只露出一双眼睛 然后白小南回家 他把白鹤和孙思奇也叫上 白鹤和白小南个 开了一辆自家的商务车 挖上所有人往白眉山开去 令白皙无语的是 江雪荣一家子 竟然在一亲门口等着他 江东明认出了白鹤的座驾 看到了车窗里的白皙 直接跟在了后面 白鹤当然也认出了江东明的车子 但他之前听白小南说过 白皙最近变化特别大 他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他挺欣慰的 所以看到江东明像狗一样 跟在后面也没理会 他是一个开明的家长 孩子们有自己的处事方式 让他们摸爬滚打自己去体会 他只要在一边看着 保证他们没有危险就行 以前他对白皙操心最多 现在他觉得不需要操这种闲心了 一路上 有很多汽车都在赶往 白眉山教堂的方向 道路两边还有难民结队不行 有雨衣的都披着雨衣 没有雨衣的裹着塑料布 套着黑色大拉机袋 一路看去 短短半个月 经济仿佛倒退了80年 很快 他们来到白眉山大教堂 停车场都停满了 物资发放处 民众绕着教堂排队 落大个教堂被足足绕了10圈 有一队士兵在维持治安 虽然他们抱着舱 昂首挺胸 但脸颊又黑又瘦 眼底满是无情 不知道是从哪里抗洪丸被调过来的 需要士兵的地方太多了 全国各地每一处都需要 受灾人数20亿不止 但士兵数量就那么多 一共也就300万 一个抗洪就需要3万多 且暴雨不断 抗洪几乎是没有间断的 甚至有比抗洪更艰险的任务 士兵都是在拿自己的身体去赌 这样一算 这300万够干什么 天灾面前 人类渺小如楼椅 躺平摆烂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官方能早点摆烂 或许还能保存更多的实力 但奈何官方从来不肯放弃 七人找到队伍的末端 跟在后面排好 以前没觉得有多少人 政府一发凉就把人全炸出来了 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 原来还有这么多幸存者 江雪荣一家已经排在了前面 看到他们排在后面 江东明歪着脑袋跟白熙说话 白熙假装已大听不清 鸡同鸭讲了一会 江东明自己就不说了 后面也还在不停的家人 光排队领东西的功夫 就有不少人晕倒在地 好在队伍走得很快 他们船内也足够保暖 不然七人真的要后悔凑热闹了 两个小时以后 他们排到了最后一圈 物资发放处有七个窗口 有士兵专门对队伍进行分流 五人一组划到一个窗口 到窗口的时候 需要先刷脸 验证个人身份信息 这样做的目的是 统计本地幸存人数 虽然不准确 但能得出个大概 很快就到了江雪荣一家 他们四个也凑巧被划到了一组 江雪荣排在最后一个 他大概是病好了 人又精神起来了 这点白熙不得不服 要是普通人肯定要躺在床上起不来了 但江雪荣就能出来排队领物资 他眼睛四处乱瞟 在看见一队军官走过来后 他立刻朝他们走过去 当即就有两个士兵拿仓对准了他 江雪荣下了一哆嗦 连忙举起双手 我没有恶意 我只是有重要事情 要对你们上级举报 你能管是吧 这件事很重要 我要跟你说 白熙拧眉看着那军官 肩章两道杠 三颗心 是这里面的最高军衔 这人他认识 前世每次来发放物资 都是他负责 对人也很和善 还曾把自己的军大衣让给难民 大家都叫他副上校 但江雪荣找上他干什么 而且一看就是早有预谋的样子 不管他是什么目的 白熙都不会让他顺心 斯文 帮我用火烧江雪荣 烧得他说出不话来 白熙小声对前面的戴书伟说道 戴书伟没有说话 但明显已经开始烧了 只见江雪荣面色痛苦地捂着胸口 蹲在地上 甚至还用力抓自己的胸口 动作真的很不雅观 那一对军官简直没眼看 个个别开头 直接从他身边掠过 天灾以来 确实有心术不正的小姑娘 妄图跟他们攀上关系 想多分点物资 但他们根本上就想错了方向 他们负责发放物资不假 但有好几个部门一起监督 最终发放物资的份额 必须跟露入人脸的数量完全匹配 中间没有任何迅思舞弊的可能 再说 他们也不可能有这个想法 只能说这些小姑娘 真是太过意想天开 江雪荣痛苦不堪 心脏火烧火燎得疼 疼得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不行 空间还没得到呢 他忍住剧痛 扑向傅上校的脚边 但傅上校反应迅速 一下子躲开了 最终 江雪荣只能眼睁睁地 透过他的耳康手 看着傅上校越走越远 旁边的难民全都议论纷纷 吃笑声不断传出 这样明目张胆的勾引 这样的姿色 还真是敢想敢干 江东明面对大家都直指点点十分尴尬 他也是文化人 今天的脸全被这个劲女丢光了 领完物资就迅速直接离去 装作不认识江雪荣的样子 还是林慧把江雪荣拉起来 物资不领了 想什么呢 林慧倒是不觉得江雪荣有错 就是戏太过了 以后他得好好指点一下 江雪荣心脏好了不少 没那么疼了 看着傅上校离去的背影 十分不甘心 但也只能先领物资 以后再做打算 他敢保证 自己的说出的秘密 绝对能换来大批物资 甚至有可能跟傅上校合作 把白系的镯子抢来 却说他的举动军官不看在眼里 但暗中一人却目不转睛 看完全过程 他的眼中没有任何秘密 他从江雪荣的目光中 看见了急迫 堵定 和急功近利之说明 他肚子里有真料 把那个妇人带过来 等江雪荣领完物资 一个教室已经等在了旁边 福祉降临 今日你将是主的贴身普努 江雪荣路教会的时候 已经宣示了 终身都是主的普努 现在脖子上还挂着十字架 所以他也不好拒绝 特别是旁边的难民 都满眼羡慕地看着他呢 江雪荣脸上浮现一丝 娇羞 再看看手中的物资 两斤大米 一件雨皮 一套棉衣如此寒酸 把物资交给灵慧保管 毅然决然跟着教室进了教堂 白熙等人也领完了物资 他直觉教会 找江雪荣不会那么简单 想到A05的能力 他和江雪荣要是凑一块 江雪荣不得祖宗八代 都交代个明明白白 我有事去一趟教堂 你们先回家 沈乐端首先跟上他 一起行动 戴书维也二话不说跟在后面 白小男跟白鹤说了一声 你们先走 便也离开 白小飞看他们 往教堂正门走去 他有种有心无力的感觉 他害怕自己帮不上忙 反而帮到忙 爸爸妈妈 我们去车上等他们吧 白鹤和孙思琪都同意 年轻人的是 他们两个就不掺和了 如果他们受伤了 白鹤可以给他们疗伤 白熙走到教堂门口 两个大汉身穿黑袍 脖子上挂着银制十字架 目光凶恶的挡在门口两侧 白熙走向一人 请问陆会从哪里办理 这个大汉目光缓和了些 在东侧窗口 大字标着 进去就看见了 神乐端等人也上前 我们都是一起的 白熙朝东边走去 视线却一直注视着江雪荣 只见江雪荣被引路 进入了东北角的告解室 那种信徒 向神父忏悔的小屋子 两个电话停那么打 了解 看看里面有谁 白小男不等他说 就已经开始看了 是A05 他为什么要找江雪荣 白熙速度放慢 走到神乐端后面 神乐端巨大的身形 完全遮蔽了 前方教会人员的目光 难民们都面向北 坐在长椅上 静静聆听神志人员讲经 气氛安静而祥和 了解 告诉我A05脑袋的具体位置 本来他想一仓打死江雪荣算了 但想想 A05隐患更大 江雪荣知道他有空间镯子 这点可以肯定 但他告诉别人了吗 都告诉了谁 江雪荣死了 别人会不会找A05合作 教堂这么多人 如果想不被发现 只能开一仓 那这一仓 还是送给最牛逼的A05吧 白小男在他耳边道 往后靠在东侧雕花窗上 下巴巨雕花窗底边10厘米 正在闭目养神 白熙手里 已经多了一把女士绣真仓 就在神志人员低头 看圣经的那一刻 白熙扣动了扳机 随着一声苍响 白小男压低声音 射中了 声音中隐隐带着一丝兴奋 说实话 他早就派A05不顺眼了 这样的人 就算他的存在维持了秩序 短时间内起到了正面作用 可时间一长呢 他那种土皇帝做派 不知道要怎样奴役其他人 一开始是那些 心术不正的难民 后来就会是这片区域的所有人 到时候 人不是人 连条狗都不如 汤汁迅速收入空间 啊 白熙大叫一声 拉着白小男几人躲在墙角 啊 开仓了 杀人了 有了他的带头 教堂乱成一团 人们尖叫大喊 四处抱头鼠窜 其他三人 此刻 一蓝之隔 坐在A05对面的江雪龙也蒙了 他闻到了淡淡的血腥味 正弹得好好的呢 这是什么情况 教堂乱成一锅粥 但很奇怪的是 许多教师跟难民 都呆愣愣地站在那里 好像丢了魂一样 就算手里有仓的 也根本不知道使用 士兵迅速出动 控制整个教堂 封锁了所有出口 告诫是东西两扇门被打开 东门里抬出来A05的尸体 子弹穿透太阳穴 仓法十分精妙 西门里将雪龙被拉了出来 傅上校皱起眉头 怎么又是这个女人 根据子弹的位置 倒是能确定 不是他开的仓 但哪里都有他 未免太过凑巧 最有可能的是 他还有同伙 这个女人吸引目标的注意力 同伙开仓射击 立刻进行大排查 全教堂的人都要排查 傅上校吩咐下去 他的视线扫过白袭开仓的防卫 现在那里靠墙的位置 正抱头蹲着一群难民 士兵们立刻执行 开始有序清理教堂里所有人员 先从西边开始 让他们挨个从正门出去 门口已经有士兵准备就去 搜身检查舱只 这个时候还有人犯病 宁死不让士兵检查 说侵犯个人隐私 非常时期 非常手段 没法办法 电棍电一顿就老实了 一检查之下 竟然发现了很多不可能属于他这种身份的东西 比如贵重的首饰 匕首 女士内裤有了前车之剑后 大家都更加配合 教堂大约有一千多人 每个人都被搜过身以后才让出去 旁边还有士兵一直盯着 如果有谁搞小动作 他们手里的舱会立刻指向谁 教会的持舱者全被搜了出来 因为他们现在都是懵懂的状态 所以根本没有反抗 直接被绞了舱 人也被战士扣牙 带书维到还好